UFC轻量级赛事又有新的对阵安排 中国选手哈伊萨尔比马和沙特将在5月21日的UFC Fight Night中迎来自己的第三场UFC比赛 他的对手是来自俄罗斯的维亚切斯拉夫·比博尔舍夫 这场比赛将是两位年轻拳手之间的一场较量 也将考验马和沙特的综合格斗能力 马和沙特,23岁,来自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族 身高183厘米,臂战186厘米 他有着哈萨克之狼的绰号 13岁开始练习拳击,15岁练古典式摔跤 在练习摔跤的这一年,他第一次接触综合格斗比赛 在看完无情罗比比劳勒对战红王罗里比·麦克唐纳德之后 他觉得这场发生在八角龙中的战斗超级疯狂 2019年开始职业MMA生涯 2021年11月,参加白大拿挑战者系列赛点数获胜 以8比1的成绩和6连胜的状态成功签约UFC赛事 至今在UFC取得1比1的成绩 首秀上演74秒暴力KO 第二战不敌卡梅隆比·安东尼 博尔舍夫 25岁,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州库巴林卡 身高178厘米,臂战180厘米 他有着斯拉夫之锤的绰号 目前在UFC清量级位上保 他是一位前职业拳击手和泰拳手 在MMA领域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他目前的职业战绩为11比2 其中7次KO对手,4次降服对手 他于2020年12月参加白大拿挑战者系列赛 并以裸脚降服了丹尼尔·雅各布斯 获得UFC合同 这将是他的UFC首秀 两位选手都有着出色的战力技术和爆发力 预计会上演一场激烈的打击战 马和沙特有着身高和臂战的优势 也有着不错的摔跤功底 但他更喜欢用飞锡和重拳与对手拼杀 博尔舍夫则有着丰富的拳击和泰拳经验 也擅长用缠斗和降服来结束战斗 两人都渴望在UFC证明自己 这场比赛将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青海卫视龙斗预告UFC终极格斗冠军赛 2023年4月28日22点半 本期青海卫视龙斗之UFC将为大家带来UFC2877 压轴大战将是UFC中量级冠军争夺战 由前任黑龙伊斯利阿迪萨亚二番复仇 现任冠军实权亚历克斯佩雷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